而在AI大浪之下 政威集团最新也攜手 挥达华硕日商伙伴 只花三个月就在土城打造 第一座AI算力中心 规模还成为目前全台最大 政威集团董事长郭台强 兴奋地张开双手 让媒体捕捉照片 脸上笑容藏不住 因为集团豪杂20亿 在新北土城打造的首座AI 超级运算中心 仅仅耗时三个月 现在火速启用 这里头总共摆放了 128台的基台 那么每台都有8张的 挥达H100 最大的运算速度 可以达到45.82的PETAFLOW 号称比挥达先前的台配1 运算速度还要翻倍 联手挥达华硕 还有集团旗下森微能源 不止一药成为全台最大 更是亚洲首座绿能AI算力中心 据悉台湾前几大的IC设计 封测 生物制药等大厂 都已经有恰许 未来不止台湾有扩充计划 还有望前进海外 一年可以做40几亿的生意 接下去可能我们要考虑 有GB200的最新的solution 我们要有很多闲置的厂区的话 都可以来扩充来发挥 来做运算中心 所以我们当然二期已经在做准备了 台湾算力UPUP还不止这一桩 微软历经四年 在台湾建的资料中心 14号也终于正式启用上线 更预估2025年每创造一美元的营收 可以带动伙伴生态系 创造6.67美元营收 2028年更将成长到7.12美元 我们会去强化整个科技的韧性 让快速合规 并且安全的服务 能够把全球的技术带进台湾 把台湾的能量推向全世界 市方斥资30亿打造的联云智能资料中心 今年中也才刚启用 目前销售已经超过7成 鸿海新手辉达 要在高雄打造的AI算力中心 也预计2026年完成 伪创也有建制规划 毕竟算力就是国力 AI大浪时代之下 各大厂也纷纷要抢食商机 东森 财经新闻 赵博翔 叶子晶 新北报导